血压高如何降压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迪玲 先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中医科主人医师 高血压病的分为原发性高血压和激发性高血压两大类 那么激发性高血压呢 多是激发一些 比如说慢行肾脏疾病啊 视隔细胞瘤啊之类的血压的升高 那么这种情况呢 下呢我们要 首先呢针对病因进行治疗 那么血压呢 就会随着这个病因的解除血压 也就会随着下降到正常 那么对于原发性的高血压呢 我们的治疗呢 首先就是一个非药物性的治疗 那么在早期 或者说呢 一个中青年的高血压患者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是非药物治疗 就是比如说运动啊 合理的饮食 比如低盐低脂 减少饮食的摄入量 以及包括减轻心理负担呀 心理的压力呀 控制体重啊 来控制我们的血压 那么一旦当这个非药物治疗 超过了三到六个月 你的血压呢 依然在140 90毫米拱住之上的时候 这时候就需要药物干预了 那么药物干预就是 我们要选用合适的降压药 首先从小剂量开始 单位的降压药开始 从单位的长效的 就是控饰片 比如说缓饰片这一类 长效的降压药开始 来进行口服啊 口服以后呢 降低我们的血压 必要的时候呢 可以联合用药 当然了也可以用中药 辨证失质来辅助 治疗我们的高血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